烤箱菜里最常见的就是烤鸡翅 如何用烤箱烤出肉嫩多汁黄金脆皮的鸡翅 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 这个视频我将与大家分享如何用烤箱烤出完美鸡翅 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今天我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烤鸡翅 那么很多朋友说了烤鸡翅是不会那么简单 但是要想烤出肉嫩多汁黄金脆皮的鸡翅呢 需要掌握几个要领 那么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它的做法 下面一起来看看它需要准备哪些食材 那么在这里呢我准备了两种 一种是翅中一种是翅根 洗好了放在这 那么这里呢有白葡萄酒 这个是水 那么还有盐和黑胡椒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白葡萄酒 那么你要如果没有白葡萄酒 你就用这个稍微一点点料酒 或一点点白酒就可以了 大概一茶勺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纯净水放进来 不要用这个水龙头上的水 不太好 刚刚能盖过鸡翅来稍微把它这样翻一翻 那么过十分钟以后呢 你再把它翻一翻 差不多这样泡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在我们泡鸡翅的时候呢 我们把烤箱预热 那么烤箱呢我们用上火 把它预热到二百四十度 二十分钟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鸡翅里面的所有的水分 把它倒出来 然后用一个小篮子把它拎干水分 然后现在呢我们用这个厨房纸巾 把鸡翅一个一个的把水分吸干 这样你烤出来的鸡翅呢 才会这个皮非常脆 非常金黄金黄的 每一个呢都要把它吸干水分 好了我们第一批呢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把它放在这个烤盘 然后铺好锡纸 然后放在这个一个烤网上 现在呢我们就每一个鸡翅上撒上一些盐 还有黑胡椒 好了然后呢我们把鸡翅翻过来 再撒一遍盐和黑胡椒 好了我们的鸡翅放到提前预热好的烤箱里 240度每一面烤10分钟 好了我们的鸡翅烤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简单 简单的几种佐料就能掌握几个小技巧呢 就能烤出特别特别好的鸡翅 这个鸡翅现在是金黄酥脆 大家可以看到 而且肉质非常多汁 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 我们把这个鸡翅表皮给擦干了 第二个就是用高温烘烤 所以说烤出来的鸡翅这个状态特别的特别的好 非常简单 那么学会的这个小技巧呢 大家也可以在平时 这个烤鸡翅的时候运用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用进来以后呢 就可以非常烤出来 鸡翅比以前要好很多 现在呢我们吃的时候呢 因为鸡翅比较油还是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吃的时候呢 把它稍微挤上一点点柠檬汁 然后你到时候家里来客人 装盘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装 非常棒 现在呢我替大家尝一尝 嗯非常棒 嗯脆脆的 你可以听到吗脆脆的 而且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里面的肉很多汁 如果可以看到的话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肉非常非常多汁 非常简单 好了学会的这个烤鸡翅呢 大家回家做一下 肯定比以前做的要好吃很多 屏幕下方有更多的美食视频 等着大家收看这里呢 别忘了订阅烟野Foodchube优酷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下我们起来看看它是要准备哪些食材 那么在这里呢 我准备了两种 一种是吃中 一种是吃根 洗好了放在这 那么这里呢有白葡萄酒 这个是水 那么还有盐和黑胡椒